今天 當社工來邀請我說 我要來作為一個NGO組織的一個代表 來治政來說話的時候 我開始回想到我三年前 四年前開始跟Pakemon合作的時候 其實我們的孩子都 剛開始都以為是遊戲 所以他們非常的有興趣 然後非常的想要玩 可是後來發現 哇 原來我要玩遊戲的 佔一個領土 我必須要先去讀異常篇的文章 然後做了那個五題 一定非得要對 我才能拿到那個領土耶 所以我要說的是 三年多下來了 四年了 我的孩子 特別是今年 這兩年考上台南高工建築系的那個孩子 他是一個很大的指標 因為他是我第一批Pakemon學生 那時候他的國文怎麼樣都是C 怎麼樣都是C 然後他做了超多考卷 那一疊考卷都一直在 然後他就覺得說 算了啦 我先放棄國文 我先做別的這樣 可是我就跟他說 有一個遊戲滿好玩的 要不然你在國文裡面的那個失敗來這裡好了 我覺得他那個領土滿猛的 要不然你來也好了 然後我們就陪著他開始玩Pakemon 我們都不會去說去做文章 我們都說來玩Pakemon 對 所以呢 他現在考上台南高工建築系 他的會考成績 他的國文是B++ 他的數學是A++ 一個完全沒有補習的孩子 就在乙恩 然後做著數學做著Pakemon Pakemon裡面其實是大量文字的擷取 去做出一個判斷 這樣的自學能力 是這個世代的孩子非常需要的 所以我真的很謝謝社會局透過這樣的資源 然後媒合到Pakemon 以及企業的贊助 讓我們的孩子真的是很恩典 我們不需要付很昂貴的費用 我們就可以跟有付費的那些學生 用一樣的題目做一樣的介面 這是何等的感謝 這是何等美好的一件事情 我相信如果這是一件對的事情 我們持續的做 每天的做 就在我們課照盤裡面 每天的做 每天的做 我們的孩子就會 未來就會成為一個 他自己想要成為的那個自己 所以再次感謝 謝謝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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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大家